一言蔡卓妍,夜童吴浩康,3月20日,先生香港演艺学院为电影《非分淑女》举行分享会 阿萨笑称,心情非常的紧张,很怕在和学生交流时说错话 我可以讲自己的事情,但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叫人 因为我觉得,因为我平常讲话都是,我都是做自己啊 所以如果面对很多人,而且他们是学生 我就觉得,我就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跟他们沟通 我怕我会讲错话,不是我是怕我会把他们叫坏 另外,夜童大战阿萨演技很好 在影片中可以抛开美女的包袱,很平实的去演好这个角色 称,现在她已经不是偶像,而是有实力的演员 那阿萨,金像江迎后都这么称赞你,你一定要有信心拿奖哦 很开心啊,没有想过,一直以来都很想跟夜童姐合作 她有很多戏我都很喜欢看 就以前还没有认识之前,常会在一些场合碰到 然后已经很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能跟她合作 此外,金像奖马上就要来临 阿萨,你选好在颁奖里穿的衣服没? 是不是很性感的那种呀? 我心情很好啊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紧张,那么有压力 衣服现在每一天都会有很多服装的品牌 来发那些图片给我,但大部分都太夸张了 我常看的那些图,我都会在想 这些服装除了明星以外,平常人真的会买吗? 而且他们就不很少,但是价格很贵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